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甲年复活期第四周星期一 尼撒读经分享 圣经今句 我是善目 善目为羊写掉自己的圣名 《愿望福音》十章十一节 让我们聆听今天福音选读的经文 《愿望福音》十章十一至十八节 耶稣说 我是善目 善目为羊写掉自己的圣名 容公因不是牧人 羊也不是他自己的 一看见狼来 便弃羊逃跑 狼就抓住羊 把羊赶散了 因为他是容公 对羊莫不关心 我是善目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正如父认识我 我也认识父一羊 我并且威羊写掉我的圣名 我幻有别的羊 幻不属于这一盏 我也该把他们忍来 他们要听我的声音 这样 将只有一个羊群 一个牧人 父爱我 因为我写掉我的圣名 为再取回他来 谁也不能夺去我的圣名 而是我今心情愿写掉他 我有权写掉他 我也有权再取回他来 这是我由我父所接受的命令 《日王福音》十章十一至十八节 耶稣基督是一位 看守着自己的羊群 保证羊群的安全 和平安的善目 圣名二十三篇第一节 上主是我的牧者 我实在一无所缺 这些是旧约中以色列人 讲论天主就是他的子民的牧者 他们称天主为以色列的牧者 他们也都承认自己是天主的子民 天主照顾他们的生活 伊撒尔亚先知 他说天主的受父者 墨西亚是天主子民的牧者 养育、爱护和细心照顾子民 耶稣说过他是一位 愿意为自己的羊群 牺牲自己的性命 去寻找和拯救亡羊的牧者 百多六清基督是那一位 由天上来的牧者 是我们灵魂的守护者 信从耶稣基督的教导 并且在生活中实践出来 来见证天主的爱 这些忠心的基督徒 就能够进入主耶稣许乐的天国 得到永生 他们可以分享天主的生命 所有信从主耶稣的人 就永远不死 活于基督 肉身的死亡 不是人生的结局 而是进入永生的光榮中的开始 耶稣许乐 赐给真门徒一个最稳妥的生命 没有任何事物 可以奪走这个生命 甚至是悲伤和肉身的死亡 都不可能 因为耶稣基督是生命之源 我们的生命在基督的手中 是最安全的 我们要听从这一位来召叫我们的 羡慕主耶稣基督的声音 主耶稣的话 令很多犹太的领袖感到不悦 他们认为耶稣 岂可以说话如同天主一样 也都不认同耶稣同天主同等 纵使他们目睹耶稣使胎生的核子福明 而仍然认定耶稣是疯子 其实这个世界也都要面对这样的选择 要是去承认耶稣是天主子和世界的救主 或者认为耶稣是一个骗子 我们不应该对主耶稣的宣告自知不利 因为那些接受耶稣为救主的人 就能够得到他赐予的平安 和永生的保证 并且有天主的喜乐 祭利禄说 耶稣生活出怎样是一个善目 祂准备去为保护自己的羊而写命 而且祂确实做到了 人类和天主的爱分离了 陷入罪恶当中 因而离开了乐园 被罪恶所削弱 屈服在魔鬼的诱惑而去犯罪 死在罪中 而成为了凶恶财狼的列物 但是基督被宣布是真正的人类的牧者 而且祂已经为我们写命 并且为我们 而和这个残暴的野兽作战 歌罗深书2章14节写到 耶稣基督 逃抹了那些相反我们 告发我们对戒命负债的债卷 将它们从中除去 将它们钉在十字架上 基督为我们死而成了我们真正的事目 所以死亡被祂驱走 基督连同我们 和天上的圣徒 使我们不知堕落罪恶的深渊 而让我们进入天父的住处之中 奴家福音12章32节 耶稣说 你们小小的羊群不用害怕 因为你们的天父 喜欢将天国赐给你们 我们岂不应该留心 识听善慕主耶稣的声音 和遵守祂的话 《中途大事录》11章1-18节记载 百多禄就是留心去听善慕主耶稣的声音 向外帮人传福音和为他们抚洗 因为善慕主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 圣灵第42篇就是用来赞美天主的美妙讨词 天主我的灵魂渴慕你 真是好似贫禄渴碎 求祢发出祢的光明和祢的真度 让他们做我的响道 引导我 带我到祢圣山和居所 我的灵魂渴慕你 生活的天主 阿里路亚 天父 我们一直在善慕主耶稣的照顾中生活 愿我们尝能专心聆听基督的话 以及遵行祂的智慧之言 使我们更能亲近祢 我们的主 因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满 老八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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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 你不再有什么事情 你不再有什么事 你不再有什么事 你只能继续 你不再有什么事 你不再有什么事 并非要事 你不再有什么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